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对于解放军未来水面舰艇的发展一直有一个新概念舰的说法 首次相对详细阐述这个概念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 他在2017年4月的第11届中国发明家论坛上做主旨报告时提出了全能舰这个名称 马院士认为要想赢得战争 急需舰船平台在能源动力武器及发射方式上进行颠覆性变革 以技术性创新牵引作战样式创新 马院士指出得益于舰载高能武器和全电舰博技术的集成创新与研制成功 全能舰单艘舰艇即可实现系统防空反潜和对海对岸的精准打击 这将彻底颠覆现有的海上作战样式 而最近有外媒发现作为中国海军主力舰的055大区竟然停止了建造 这是在为全新的超级战舰做准备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23年6月 马院士在电磁发射技术的研究现状 于挑战一文中正式把全能舰升级为超能舰 文章认为 目前全球海军多种不同任务的作战平台 如航母编队等系统复杂 协同指挥难度较大 而且建造维护成本极为高昂 随着高能武器的发展 传统的作战平台已无法满足新型武器的能量需求 针对这一现状 海军工程大学率先提出超能舰构想 超能舰是集成了电磁能武器和核能综合电力系统的 新型海上攻防一体作战系统 并且马院士在学术论文中明确表示 目前已经突破全电推进技术 可以把线圈炮等高能武器整合到一艘作战舰艇上 仅一艘核动力驱动的超能舰满载排水量2-3万吨 未来就能将整个舰队的对海打击和对空防御 搜钱和工钱等所有的活都给揽下来 文章介绍 超能舰上装备的武器系统有电磁轨道炮 电磁线圈炮 电磁火箭炮 激光武器 高功率微波等 轨道炮和线圈炮都是电磁炮 出速超过2000米每秒 射程最高可达300公里 发射的弹丸体积小 却能打击海上目标和执行对空防御 毁伤能力也强于传统化学能舰炮发射的炮弹 在反潜和反鱼雷上 利用电磁发射装置发射反潜导弹 就能猎杀常规动力和核潜艇 消除其对超级战舰的威胁 利用电磁线圈炮对来袭的鱼雷进行拦截 摧毁破坏性大的鱼雷威胁 激光拦截器能输出成千上万瓦以上的激光束 末端10公里内能拦截反舰导弹 甚至高超音速导弹 也能拦截海上的快艇类轻型高速目标 对空防御和对海拦截有了量级的提升 高能微波武器 能有效摧毁无人机的导航系统和雷达制导的反舰导弹 干扰对方的机载 舰载通信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 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定向能武器系统 这些新型电磁能武器可以与全电舰船技术集成 将舰船平台能量智能高效的转化为高能武器所需的电磁能 除了各种火力性能之外 还可以大幅提升舰船持续作战能力 从而保证单艘全能舰 就能执行传统舰艇编队的作战任务 这将彻底颠覆100多年来的海上编队作战方式 超能舰的先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核能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的应用 能将常规战争中不能作为武器使用的核能 通过电磁能转化为可用的打击能量 二是舰载高能武器系统的运用 可以作为反舰导弹 防空导弹以及鱼雷等武器的能力补充 采用电磁炮和激光武器的组合 远距离使用电磁炮 近距离使用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 弹药造价低且携带量大幅提升 其中超能舰配备的电磁轨道炮射程远 打击范围可达临近空间 电磁发射导弹可自动重复装填 持续作战能力和射程大幅增加 电磁线圈炮可发射各种水中兵器 大幅提升水下攻防能力 激光武器以光速传输能量 瞄准及命中 高功率微波武器杀伤范围大 能有效应对风群目标 搭载空中水面水下无人信息系统 融合卫星网络 实现大范围战场感知信息共享 综合马院士近年来关于全能舰的各种论述 以及最新发表的这篇文章来看 超能舰的颠覆性主要体现在 舰载高能武器和全电舰船技术这两大领域 而在外形上依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大型核动力航母构型 此外在文章中对超能舰所涉及的关键技术上 马院士团队都实现了技术突破 并进行了相关测试 也就是说超能舰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概念 而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甚至相对充足的技术基础 如果超能舰真的实现了 就会先对手一步实现作战样式的创新与变革 必将实现对英美发达国家的后发赶超 并主导和引领未来海上作战样式 早在2016年5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学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 特别强调 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 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 这让全国科技界与企业界感到非常震撼 中国科技界与企业界由于过于迷信西方 被扬教条扬规矩牢牢束缚了自己的思想 已经很长时间不敢理直气壮的说 敢为天下先了 而是在技术创新中热衷于采用追随模式 或者说模仿模式 西方搞什么我们才敢跟着搞什么 西方不搞什么我们也不能搞 总是沿着别人的老路 不敢创新与超越 这恰恰是中国当前自主创新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马伟明院士正是敢为天下先精神的 践行者与积极驱动榜样 他在舰船动力和电气工程方面 几十年的艰苦攻关 使我国海军舰艇拥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设计制造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心 在电磁弹射 全电力推进系统等先进军事技术上 写下了中国人的名字 让中国在这些领域完成了从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转变 马伟明多次强调 不要迷信国外 要敢为天下先 马伟明说 要做就做最前沿的 为什么非要等外国人做成了 我们才开始跟着做 舰船综合电力技术是舰船 由机械推进向电力推进转变的一次技术革命 在十多年前 马伟明的目光就瞄准这一目标 当时国外的技术路线是中压交流 经过反复研判 马伟明提出了独创的中压直流技术路线 先后三次召集国家顶尖专家研讨 得到的几乎是一片否定声 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没有选择这条路线 凭我国现有的条件 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 面对质疑 马伟明经过深入分析 依然决定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 历经十年公关 不服输的马伟明 硬是将这一世界公认的核心重大技术难题成功解决 实现了中国舰船动力的跨越式发展 迄今为止 世界上只有英美掌握了舰船综合电力推进技术 而他们掌握的中压交流技术与中国的中压直流电力系统相比 操作繁琐 自系统繁多 结构复杂 维修率高 打开世界科学发展史册 从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动机的基本原理开始 西方国家在电机领域一直领跑世界 其重大关键技术至少比中国先进几十年 但近几年 马伟明带领团队在电机技术领域取得全面突破 创新成果再次进入井喷漆 多型装备和技术属国际首创 全面推进中国传统武器装备向电气化变革 在科技兴军的征程上奋起直追 实现弯道超越 完成了从跟跑者 并行者到零跑者的转变 马越式曾在一项重大科技攻关中屡屡受挫 如换上别人很可能从自身上找原因 如自己研究思路是否有问题 自己的计算与实验数据是否有差错等 如果从自己身上找不到原因 要么是束手无策 要么是无从下手 而自信满满的马越式坚信自己的科研路线没有错 与其怀疑自己 不如敢于怀疑这项科研所依据的阳公事 马越式敢于质疑某个阳公事 发现某个阳公事中存在的问题 随后提出新算法与新公事 一举攻克了科研难题 试想如果马越是一味媚阳 化阳为牢 不敢越阳池一步 怎么敢于质疑与推翻阳公事 如果一切都效仿国外 以阳为尊 为阳是从 一步一驱 不敢突破思想禁区 那就只能跟在阳人后面 一步步爬行 而永远无法超越 这就是马越是世纪 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